盧凱族呂北風年季 今年突破以往 不僅僅有動態的歌舞展演 以及球類的比賽 這回更將首次的將靜態的足語 也納入活動項目之一 至於孩子們的盧凱族語說得好不好 身為舞台鄉盧凱族的騎老 同時也是屏東縣議員杜傳 親自評鑑 用自己的母語講話 表示我們下一代很有希望 講得很好 七位盧凱族的學童 各個使出渾身解數 就是希望能夠拿下好成績 不過孩子們的盧凱族語 卻沒有在家裡使用過 講出來的話 全部自己都聽得懂嗎 好 下一個節目表演是活水教會 這樣嗎 下一個節目表演是活水教會 那不過今天這樣的嘗試之後 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就應該都認識我們 會想要再去學嗎 會 這樣喔 那你呢 今天緊張嗎 不會啊 自己聽得懂自己在講什麼 聽得懂啊 在家裡都會講得到嗎 講不到 不過那你們覺得學族語 對你們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就是傳承文化 只是傳承文化 以後會用得到嗎 一定會啊 不管說得好不好 先頒給孩子們紅包 肯定孩子們對族語認同的表演 首次在豐年季舉辦 盧凱族語競賽 引起孩子們對族語的高度重視 並挑望起孩子們 對文化傳承的責任感 記者 新北市領口採訪報導 跟zos聲明 對文化傳承文化 和文化傳承文化 列明 明顯示